Billionaire Miriam Adelson is a medical doctor by trade She's also the widow of Las Vegas tycoon Sheldon Adelson And just this year she was named the 35th richest person in the world by Forbes 特朗普自己是富人 但是呢他需要更富的人帮助才能够打好选战 2024选举周期当中给他提供资金最多的可能是 米利亚姆阿德尔森 Miriam Adelson 1945年出生 79岁 他本人的职业是医生 专业领域在治疗药物和毒品成瘾 他在正式场合的称呼是阿德尔森博士 特朗普一般叫他米利亚姆 有时候亲切的简化成米利 跟米利亚姆比较起来 特朗普的财富规模更像是一个英识的中产阶级 米利目前的身家超过300亿美元 在全世界最富有的女性当中排名第八 美国是排第五 不分男女 他是以色列最富有的人 欢迎来到米利亚姆阿德尔森 米利财富的主要来源呢 是2021年去世的丈夫 赌场大亨 谢尔顿 阿德尔森 米利亚姆已经表示过了 今年要不惜代价 帮助特朗普胜选 投入的金额呢 是一亿美元 这也是他在丈夫去世以后 首次独自的介入总统大选 所以他决策的时候啊 总还是会想着 如果丈夫在 他会这么做 不过熟悉的人认为呢 米利对特朗普的狂热追随 应该是超过了 已经去世的丈夫 谢尔顿 先讲点阿德尔森夫妻的背景啊 对博彩旅游业 比较熟悉的朋友呢 都应该知道 金沙 Sands 和威尼斯人 Venician这些品牌 拉斯维加斯 澳门都有嘛 这些品牌呢 都在阿德尔森旗下 澳门的威尼斯人酒店 从收入来说呢 是全世界排名第一的赌场 面积也是最大 当初阿德尔森开发 澳幕项目的时候呢 是得到了中共最高层的支持 他们也见过当时的副总理 钱其称 因为在中国的深意啊 2011年 美国司法部和美国证券 交易委员会SEC 针对金沙集团 发起了一项调查 原由是一名前高管 指控金沙 通过中间人 从事隐秘交易 包括呢 向中国公职人员 转移资金 就是贿赂了 总额度呢 大概在6200万美元 金沙集团的账务上 没有能够准确记录 这些资金的用途 The impact billionaire casino mogul Sheldon Adelson would have in Las Vegas started in the 80s with the Comdex computer trade show He recognized the potential in large conventions so he sold Comdex and bought real estate right in the heart of Las Vegas 这位中间人呢 叫杨赛欣 曾经是深圳足球俱乐部的投资人 他有可能利用了金沙的600万美元资金 购买了陕西篮球俱乐部 另外800万美元用于运营 杨赛欣是2007年加入了金沙公司 2009年被解雇 他曾经安排阿德尔森跟万里的儿子 担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文会会长的万季飞见面 以后金沙还雇用了万吉飞的女儿万宝宝做公司的公关工作 美国司法部的文件上说 杨赛欣声称他的父母认识习近平的父母 而自己在中国军队和国安都有很多关系 他在金沙的内部文件当中被称作beard 就是幌子或者是掩护人 杨赛欣还得到了金沙的4300万美元 购买中国国企名下的一栋建筑 用于建设商业中心 这些项目并没有实质性的展开 所以这些资金有可能纯粹是用于政治目的 就是打通关系 2016年4月份的时候 金沙跟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达成协议 付出900万美元罚款 然后不需要承担任何过错 SEC随后结束了这项调查 我们回到美国选举 米利亚姆的立场是不介入初选 2月份共和党在内华达州的初选结束以前 特朗普带着自己的两位选战主管 Sousie Wiles和Chris Lativita 邀请米利亚姆到拉斯维加斯 特朗普酒店的顶层共进晚餐 特朗普希望获得财务上的支持 现在这段时间 大家在电视上 YouTube上都能看到总统 副总统候选人鼓励民众捐钱的广告 5块10块20块美元都很重要 2020选战拜登和特朗普的开支 算下来都是十几亿美元 今年只会更高 小额捐款人的每一块钱都很重要 那么大额捐款人 百万千万美元的重要性 大家可想而知 在拉斯维加斯特朗普酒店的晚餐当中 米利亚姆提出了一些要求 他跟特朗普建议说 少一些夸张的言辞 更多的直接谈论经济 这是特朗普的长项 他也明确跟两位选战主管说 要有耐性 在这之前的共和党初选当中 米利亚姆一直没有介入 没有捐款 也就是说 他不在共和党内选边站 等到初选结束 共和党提名人确定以后 他再决定该怎么做 特朗普当然表示理解 但是和米利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从2023年到2024年的初选期间 特朗普跟米利一块用过六次晚餐 包括邀请米利到佛罗里达的海湖庄园 他们一般是聊以色列 聊各自的家庭 有一次晚餐的时候 米利是将丈夫生前喜欢的一条领带 送给了特朗普 下一次共进晚餐的时候 特朗普特意打上的 就是这条领带 米利为此非常感动 大家可以看看 超级富豪跟政治人物之间 有时候也都是魔鬼在细节当中 对特朗普来说 这显然不是一条普通的领带 这是需要精心打理的资金扭带 过去十多年的几轮选举当中 米利亚姆跟丈夫谢尔顿阿德尔森一起 已经投入了好几亿美元 选举圈给了他们一个美名 叫阿德尔森资金碰权 米利亚姆当时跟特朗普说 2024年阿德尔森资金碰权 肯定会再次爆发的 特朗普获得提名以后 米利宣布要投入几亿美元 帮助特朗普打选战 那这样拘留的捐款花出去以后 米利他希望得到的回报是什么呢 对他来说美国按照他更为认同的 政治理念来治理是一个方面 另外如果特朗普获胜 米利本人将成为对美国外交政策 最有影响力的私人公民之一 米利是以色列最坚定的支持者 去年十月的哈马斯恐袭 让他深感不安 他说批评以色列 或者哪怕只是给予以色列有限支持的人 现在对他来说就像已经不存在一样 他提议自己的企业家朋友 拒绝给这些人提供就业机会 同时削弱相关大学政党活动的资金 他会希望 特朗普在以色列哈马斯冲突当中 无条件的支持以色列 同时鼓励以色列吞并约荡和西安 并且承认主权 对由此可能招致的国际社会的谴责 和国际法的追责 米利毫不在意 他说哈马斯恐袭 就是另外一种形式的 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 对犹太人来说 面对的是生死存亡之战 犹太人一定要为正义而战 哪怕是孤军奋战 他需要做的呢 就是在美国为以色列寻求 更为坚定的支持 拜登的支持呢 其实已经很坚定了 相比之下呢 特朗普会让他更安心 特朗普当总统的时候呢 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 就是将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 从特拉维夫迁到了耶路撒冷 阿德尔森夫妻在特朗普的决策过程当中 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新管的开馆仪式上 夫妻俩是坐在前排非常显眼的位置 他们当时花了六千七百万美元 从美国政府手里买下了 美国驻以色列大使 在地中海边的官邸 就是老官邸了 创造了以色列房产交易的记录 夫妻俩这样做是可以增加筹码 就是让美国大使馆 一直就放在耶路撒冷 不要再重新帮回特朗维夫 因为大使的官邸已经没有了 Tammy and I welcome you to the opening and dedic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Embassy in Jerusalem, Israel 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 牵管的事情 小布什当总统的时候呢 也对阿德尔森夫妻谈到过 但是最终没有兑现 这个事情挺大的因为 特朗普决策是比较多变嘛 他在选战期间也承诺过很多事情 当总统以后呢 不一定都兑现 对阿德尔森夫妻的承诺呢 就是有兑现的项目 也有没兑现的项目 但是大使馆牵管这件事情啊 特朗普他确实是做到了 这个决策是需要魄力的 当时米利支持的共和党犹太联盟 在纽约时报上发布了整版的广告 特朗普呢 是戴着犹太人的黑色小帽 手放在西墙上 广告的文字说呢 特朗普总统 你承诺了 你做到了 当然了 这个结果跟阿德尔森夫妻 投入到政治运作当中的资金 爆发式的增长有关系 小布什的时候呢 个人政治捐款是有上限的 就是只有几万美元嘛 他们也像小布什的 就职典礼这些活动捐款 但是两人最高啊 也就能捐到50万美元 2010年美国最高法院 关于选战资金的一个历史性的判决 改变了整个景观 这个案子呢 叫做 Citizens United vs. FEC 就是一个叫做 公民联合的小组织 跟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之间的案子 这个案子的背景呢 是2008年大选的时候 公民联合拍了一部小纪录片 主要是攻击希拉里克林顿 对他的政治生涯打出差评 联邦选举委员会呢 就出来干预 说这个组织花钱制作的片子 和接下来的市场推广 违反了竞选财务法 作为企业不能这么花钱 公民联合将联邦选举委员会呢 告上了法庭 最高法院以宪法第一修正案为依据 做出判决说 企业或者组织享受言论自由 应该是跟个人一样的 同样的受宪法保护 政府不能够限制 独立于选战之外的意见表达 选战开支是言论自由的一种方式 公民联合案的判决 打开了资金涌进选战的闸门 现在没有上线了 同时呢 还不违反选举法 为什么呢 因为资金并不是直接捐给候选人 只要出钱的公司机构或者个人 不与选战本身展开协调和沟通 独立运作就行 独立于选战之外 这个概念很重要 但是呢 这个边界其实非常模糊 近些年啊 出现过极其重要的质疑 从奥巴马到特朗普到拜登都有 不过呢 从来没有因为违反选举法而立案 Super PACs can take unlimited amounts of money from corporations, unions, and individuals and they can spend unlimited amounts of money on independent expenditures to support or oppose candidates However, Super PACs cannot give directly to candidates or parties and they are not supposed to coordinate their spending with candidates or parties but often find creative ways to do so 巨额捐款人或者是机构呢 一般的做法就是成立一个Super PAC 叫做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 通过这个委员会呢 去帮助候选人 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在媒体平台上 砸大钱 制作播放选战的广告 自2010年以后啊 Super PACs成为了美国选举政治的大玩家 他们不断的砸巨款 在广告和其他的选战活动上 塑造公众舆论 努力影响选举结果 从现在到11月5号投票以前啊 在六七个主要的战场中 电视上和社交媒体平台上呢 一直会上演广告狂欢 米利给特朗普选战的一亿美元 基本上呢 也是这么个花法 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啊 Super PAC 和选战团队的协调和沟通 当然是违法的 但是呢 只要他们保持表面的独立 就能在选举当中 掀起一场场的金钱风暴 广告风暴 怎么去区别 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的广告 和候选人自己的广告呢 广告里啊 一般会有免责声明 Super PAC会注明 谁是广告的出资者 如果是候选人自己的广告啊 特朗普或者是哈里斯 他在广告当中会出来说 我是特朗普 或者我是哈里斯 我同意广告中的信息 对阿德尔森夫妻来说 2010年公民联合案的判决 就像是给了他们一把万能钥匙 政治游戏的大门 一扇扇向他们敞开 当然方式呢 主要也是通过自己资助的 Preserve America Super PAC 保卫美国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 来完成 这个法院判决以后的 第一次总统大选当中 就是2012年 罗姆尼挑战在任的奥巴马 米利一个人名下 向共和党选举 就捐赠了4600万美元 全美旅行当中高居第一 是接下来的15位旅行捐赠者 总和的两倍还要多 2016年 他们给特朗普捐了2500万美元 2018年 特朗普授予了米利总统自由勋章 这是美国给予平民的最高荣誉 2020年 阿德尔森夫妻为特朗普捐了9000万美元 在2024年为特朗普花出去这1亿美元以前 米利自己的政治捐款总额就已经达到了2.84亿美元 他已经去世的丈夫是2.73亿美元 米利的慷慨对特朗普的影响是比较显著的 除了我们刚才聊到的 将美国大使馆迁到耶路撒冷 特朗普任期内承认了以色列对格兰高地的主权 这片领土是以色列在1967年的6日战争当中 从叙利亚手中夺得的 全世界目前认可主权的只有两个国家 米利亚姆博士出生在以色列 西伯来与琉璃 说英文的时候呢 以色列口音很重 他曾经是以色列国防军的军官 谢尔棟和米利两的婚姻都是各自的第二次 夫妻感情非常好 谢尔顿是波士顿长大的犹太人 出自低收入家庭 父亲呢是出租车司机 自己大学没有练完就白手起家 在发家的过程当中 名声不是太好 偶尔呢被看作恶棍 劣迹啊 包括拖欠承包商的款项 打击工会这些 他还通过空壳公司 买下了拉斯维加斯的主要的报纸 但是呢他隐藏了自己的身份 当地的一位资深记者揭开了这个真相 结果呢谢尔顿通过打官司 让这位记者破了产 当时这位记者的女儿呢 正患着老刘 谢尔顿呢称米利是天使 是米利呢让他自己成为了一个更好的 更好的商人 更好的丈夫 米利这边就说呢 谢尔顿是让天使飞起来的风 一个是天使 一个是风 他们把自己改变成了童话故事的角色 特别美好的搭配 谢尔顿所有的重要决策 都会跟米利讨论 米利呢也会参加所有的董事会的会议 两人性格差异其实是比较明显的 谢尔顿呢霸道 好斗 爱诉讼 咄咄逼人 米利的强硬在于内在的立场 他有坚定的极有意识形态 是一个骄傲到骨子里头的犹太人 如果说丈夫像是一只爱叫的狗 而真正发起攻击的呢 往往是妻子 米利51岁和53岁的时候 生下了跟谢尔顿的两个儿子 他自己第一次婚姻 有两个已经成年的孩子 谢尔顿的第一次婚姻呢 有三个孩子 夫妻两人这七个孩子的年龄跨度 达到了45年 成为巨妇以后 米利仍然坚持完成专业工作 他在以色列的特拉维夫和拉斯维加斯 都有自己的戒毒诊所 2021年谢尔顿去世以后 安葬在了耶路撒冷一个 有3000年历史的墓地 米利在道词当中说 再见我的挚爱 我唯一的真爱 他塑造了我们国家的走向 丈夫谢尔顿在世的时候 他们主要是住在拉斯维加斯 目前更多的时间 米利是在以色列 他保持着美国和以色列的双重国际 Her name is Miriam Adelson and her family the Adelsons and Dumonts are working on the deal Know this, Mavericks fans Mark Cuban, while $3.5 billion wealthier plans to continue leading the Dallas Mavs just no longer as majority owners 米利仍然在继续扩张金沙商业帝国 新的目标是德克萨斯 他们计划在达拉斯周围建造一个巨型的赌场 2023年底 米利从马克·库班手中购买了著名的NBA球队 达拉斯小流队的多数股份 同时他也还是让库班继续管理俱乐部 米利在达拉斯小流队的主场周围 购买了100多亿亩土地 作为未来建设赌场的候选地点 好了各位 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儿 欢迎您订阅、点赞、转发、留言 也特别欢迎打赏和加入到会员当中来 特别感谢那些会员和打赏的朋友们的支持 我们下次再见